第一次看到明星发这个 根据Vista看天下的报道 近日我竟然在演员张星宇的身上 看到了短视频记录分享的顶级意义 事情起因是他在个人账号上记录了一个 步路盘山拖着大包小包卖气球的老人的背景 自己也买下了老人的一个气球 引发大批网友的感动思考 我没有想到明星也发这些贴切生活的内容 他的眼睛能够看到人间疾苦 必定是他的心先看到的 本身就善良的人和身份无关 同时也有很多的网友担心 爷爷是孤独的留守老人 没想到11号老人的女儿也刷到了这条视频 立马发文感谢张星宇购买并且回应道 没有想到会在明星的账号里 看到父亲爸爸把卖气球当成了事业 年纪都快70了 所以背驼了脚步方便的是小的时候落下 还补充到我们家虽然条件非常的普通 但是生活很幸福 谢谢大家的关心 目前家里没有困难 不得不说 共情真的是人世间最美好的情感 不论你是谁 分享一件有感触的生活小事 便能够瞬间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那种你懂我的心灵共振 让我们看见彼此 欣赏彼此 话说 你上次发视频是在什么时候呢 这边是在项目的 到星不出口